今天是尊求維安府紀念力 府安會更在要求日本政府 應該要對我們臺灣 受到必殺的維安府來回失禮 也許有我們的政府 跟維安府的歷史 交你一空白口供 也要寫國家婦女您看 兩千年那天 臺灣九尉維安府阿嬤 去跟日本法庭 要求日本政府要回失禮 爹爹幾個日子 讓人聽了是很不甘的 當年背叛阿嬤 去跟党子有律師表示 二十四年過去了 臺灣最買的一位維安府阿嬤 也一定在九年過世了 不過到時候 郵安是要賣掉 日本政府的背上到度限 讓這些阿嬤們真的是離去了 但是他們的司法爭議 還是沒有辦法被實現 最近浪歐戰爭 以下衝突 大家都令威戰爭 對人民的影響是很大 不過胡安會令威戰爭 對流行的法律 算比較少人來關心 豪有臺灣維安府 不能讓人放不下 國術、律師、客工 都應該要加立這段律師 講到戰爭裡面 其實有談到女性是相當少的 那因為優先會講到 西洋雷敏的傷亡、死亡 這一直以來都是戰爭下的人權 很少提到女性 胡安會表示 目前這個五十九月 為了胡阿嬤的商品、律師 都放點這四十八公屋裡面 這麼小的空間 對保障、電燈來說 都是不夠的 因為鐵柴訴求希望政府 可以設立國家負路人觀觀 讓更多人來了解律師的精神 記者的阿嬤 鄭準優 台北報道